里面要我们做哪些动作 总共会有五个题目要我们完成 分别要把这五个部分完成 首先的话要针对哪些部分呢 其实就是针对标题 所以你要看清楚 标题上面有一个台北捷运路线简介 然后移到两个图中间 红色往底 这个地方要把他的keyword要看清楚 再作答黑色文字1的这个效果 那再来三个标题 那首先的话我想我们陆续把这些题目完成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产生这个题目好了 产生题目的部分呢 请各位启动那个我们的练义系统 那第二类的第208这一题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边有产生一个档案208 208这一题的话 OK那我们把这个208的题目 它自动会帮我们开起来 把这个题打 那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图档 这个图档就是它将来要 要我们做成那个小说图的部分 OK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它这个是50% 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放大到100% OK 然后首先的话呢 题目第一个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 标题在哪里 标题在这里 OK 标题部分呢 它要怎么样呢 要移到两个图的中间 那两个图中间怎么移呢 其实你会发现 搬过来比较好 把这个右边 把这个左边的这个图 搬到右边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 要做什么呢 把红色的网底 现在红色网底 网底现在是红色 要把它改成黑色的文字一 那怎么样改网底呢 特别注意呢 这个上个礼拜有用到 在那个这个地方 机关在段落里面 段落里面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 这个叫框鉴级网底 那你可以打开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去设定我们所谓的网底部分 框鉴级网底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网底的选项 网底的选项目前 是什么颜色呢 他说红 这个红色对不对 要把红色的网底改成什么 黑色的 把它改黑色 那黑色很简单 点下去之后的话 找到有一个叫黑色 那他这个地方要我们 黑色文字一 那其实就是这个选项 按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地方按确定之后 那背后的网底 刚刚漏了选 先把它选起来 再一次 这个地方 网底部分的话呢 记得把它先做选取 如果你没选取的话 他不知道你要设定 那再点一下 OK 那套用在文字上面 那这个题目有没有特别 没有规定的话 就文字 OK按确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红色的网底 就变成黑色的网底 在这个地方 第一题就完成了 就把这个图放过来 网底改一下 就完成第一题 那第二题的话呢 他要编辑什么呢 木榨线 淡水线 中和线的三个 这一个小标题 那这个小标题要做这些动作 这些动作 包含呢 这个前后都要有这个图 然后呢 段落的部分 前后段距离要自动调整 那左右 那左右 各说排一公分 标题与图对齐 特别是要标题与图片的对齐方式 水平跟垂直 接至中 特别是关键在这个 水平至中没有问题 可是垂直至中 就要另外再设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怎么做 首先的话 也是要先做选取 不过前后都要有图的话 前面有个图 后面没有怎么办 把它搬过来 按Ctrl键 或者Ctrl 就是复制贴上也可以 OK 那这样 按Ctrl键 拖拉过来 就多一个 OK 那这边也这样 Ctrl键按住 拖拉过来 那这样的话呢 前后都会有这个图了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三个一起选取 按Ctrl键 按Ctrl键 就把这个 三个标题 木榨线 淡水线 综合线 这三个呢 把它做一个选取 那选取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 要我们做那个 前后段的距离 都要自动 那目前呢 是一个自圆 那自动在哪里 自动段 都请你往下 跟这下往上 往下 自动 这个前一个版本 是 直接就是 自动 它往下的话呢 就是自动调整 那这2010的 选项 缩排的话 自动调整 跟这一样 应该是 这个缩排 应该在这里 找错位置了 奇怪 这个是缩排 与后段的间距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是在这里 前后段距离的话呢 直接呢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向下 你把它往下 它就会跳到自动 那所以自动去调整 它的间距 OK 前后段距离 再来的话呢 缩排 与各段的缩排 是一公分 所以这边的话呢 预设是 一个 是零个字元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在那个2007里面 可以打一个CM 不过 在2010好像这个 是不接受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不接受的话 我印象中 好像我们前面有做过 如果不接受的话呢 就要打公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前后都要一公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三个呢 做前后段距离自动 然后缩排一公分 OK 那对齐方式的话呢 它要我们自动 所以这边的话呢 水平 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对齐方式呢 是针对水平的自动 并不是垂直自动 那垂直自动在哪里呢 看一下 前面我们有讲过 在中文印刷样式里面 中文印刷样式里面呢 文字对齐方式 在这个地方呢 才是垂直的自动 所以他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呢 需要做那个 所谓的水平 跟垂直 水平是在前面做 垂直是在那个 中文印刷样式 因为垂直的部分呢 大部分只有中文 才需要做这个设定 特别注意 在中文印刷样式里面 OK 所以 以后段距离自动 自动调整 缩排一公分 然后呢 对齐方式这个地方是水平的 垂直在这里 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会刚好在哪里呢 在正中央的位置 原来是这样子 有没有 那个图跟字的部分呢 字它是靠下对齐 那如果你要自动的话 有没有 你做完毕之后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长 你做出来的结果 看到的是这样子表示正确 另外呢 左右缩排一公分 缩排一公分 特别重要 你要看一下 有没有缩排一公分 这个是左缩排 右缩排一公分 所以做出来的效果 要记得 长得类似像我这样子 才是正确的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第一体 第二体的部分 OK 那各位试试看 1 2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